在一百年前,在Tusa 一个非常有钱的黑人地区 有一个叫做Black Wall Street 之称 现在在CGTN 搜集了一些相片给大家看看 现在大家认识想见到的就是一个黑人驾驶的一部车 你可想像一下,一百年前黑人驾驶的汽车 而且不是载着老板,而是载着自己家人 我想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形象 我们看到他们的街道也非常欢阔 也挺整齐干净 当地也有汽软 这个也是另一个角度 但是我认识经过了那次的Mexica逃杀之后 现在看看场景 那条公路,两旁的大厦全部都是毁灭了 那些黑人又继续在自己家里 希望找回自己的东西 一格一格的地区一直不停被破坏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里就继续有其他的照片 当时最少有三百人被害的 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戏院 现在早上都掉下来了 那仍然有地方在着火 那当时的暴徒们是真是河昌实弹的 那这样的杀害,这个屠杀 发生在一百年前的美国 当时死亡的人数之中 除了十几个是白人之外 大部分都是黑人的 亦都有很多黑人因此而被捕的